到底怎么样管教孩子最好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师傅 师傅您好 圣言师傅 是 师傅我现在也是为人母 我觉得教养孩子真是 这个所谓的亲直教育 真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 比如说像我的女儿 有的时候蛮乖的 她有时候又蛮皮的 可是对我来讲 我好像希望她永远都很乖 都不要皮 这种大概是一种奢望 如果这样子管教孩子 恐怕我想也是不对的 这个乖和皮 主观的 不是口观的 你认为她是乖 可能她不是乖 她是呆 迟钝 你认为她是皮 可能不是皮 她很反应快 活泼 健康 在完全一个主观的立场来看 孩子的怪或者是皮 在我来讲的话 怪并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也不一定 是很好 很好啊 皮也不一定是不好啊 但是呢 皮过了头 这是不好的了 不过孩子们呢 这个小的时候 像你的小孩子 只有三十岁 到五六岁七八岁之间 这个小孩子是最皮的 人家说这个阶段呢 狗都咸 对啊 所以小孩子 这个阶段是最皮的 这个不是皮 她这个生 这个生理的这种发热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她必须要动 她不动的时候啊 都有病了 所以是在这个阶段 她说 狗是对的 皮也是对的 我仔细小的时候就是 就满皮的 满皮的 非常皮的 那么这个呢 如何的管法 我想啊 你管得太厉害的时候 小孩子变成了 一个一个 一个呆基 呆如摸基 那好吗 不好啊 让他能够啊 顺其自然 皮可以 但是呢 不要有破坏行为 皮可以 不要让人家讨厌 皮啊 可以 但是不要没有礼貌 这些呢 要慢慢地跟小孩子啊 商量的 多半的小孩子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礼貌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破坏 这是什么叫做啊 这个 让人家讨厌 他不知道的 那这个 这个父母 就是要从这方面呢 要给他们呢 熏陶 给他们商量 还有呢 告诉他们 这个让人家讨厌的时候 会什么结果 破坏了东西的时候 会什么 会什么结果 还有呢 就是皮了没有礼貌的时候 就会什么结果 是 要把这些结果告诉他们 那这个呢 我想 这个孩子皮 还是 是没有问题的 对 师父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 你都没有管教过孩子 可是你很能够抓到原则啊 比如说 我觉得师父刚刚有一句话 让我觉得 印象非常深刻 醍醐灌顶 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父母 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都是很主观的 以自己的好物为好物 以自己的这个 对错为对错 而不是说 真的非常客观的 来了解孩子这个行为 是对的 还是错的 你今天如果心情很不好 看到孩子皮一点 你可能就 打他一阵 觉得他很皮 可是你如果今天心情很好 孩子爬到你头顶上来 你就觉得 哎呀 他很活泼 所以怎么样 客观的来了解孩子 我想这一点是不是非常重要 常常想到 这个孩子啊 现在是几岁 常常想到 孩子这是孩子 也要多看一些啊 关于孩子的 这个发育过程 成长过程 必然发生的一些心理现象 和身体现象 行为的特征 行为的特征 然后呢 常常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 对 那仔细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跟孩子谈谈性 说哎呀 妈妈最近身体 身体也不好 心情有一天不大好 宝宝啊 孩子啊 你要原谅解我 原谅我 多体谅一下妈妈 多体谅妈妈哦 我这两天情绪不大好 我刚才骂了你 对不起啊 仔细这样 就因为仔细不好 而让孩子受了冤枉 这个事后要给他 要给他安慰 要给他打招呼 对不起 那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呢 他不会有一种 叛逆 抗拒 如果父母自己啊 老是眼色自己的过色 是 那这个孩子叛逆一定是 很厉害了 那他这个以后 就是性格里头啊 就产生一种抗拒 对立 不能够说是称恨 不能够说是称恨 而是呢 有一种啊 不服气 那这个父母 有时会错的 错了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还有呢 真正的给他们啊 所以 啪啪他的小屁股 真正打了几下子啊 打完以后 他会痛 他会哭 但是然后跟他谈了 这个我很疼 我心里很疼 我刚才打了你 你屁股疼 对不对 我妈妈的心里更疼 这个我打了 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为什么要打你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打你 要商量一下 让他自己 发觉自己刚才是错的 所以是来打了 然后呢 他也会要求 妈妈 我错了以后 你打轻一点啊 妈妈你 你错了以后 你不要打我啊 你只要说我就好了 你告诉我 你不要打我啊 那这样子呢 他就跟你商量了 跟你商量以后 你就可以不打他了 你就可以不要打他 你就可以商量了 这个对孩子啊 一定要把它当成孩子看 你不要把它当大人看 还有呢 孩子 他这个心情 也得谅解的 孩子有孩子的心情啊 大人有不同的心情 孩子也有不同的心情的 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会有不同的心情 要谅解他 体验他 这样子的时候 你这个 一定会做得很成功 到底教养子女 有没有一套非常简单 一行一懂的原则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 盛远师傅 师傅您好 盛远师傅好 是 师傅有一句话说 我是从做父母开始 才学做父母 所以我就想请教师傅 你有没有一套 比较简单 很容易懂 而且很容易实践的 这种原则 让我们来掌握一下 这个 我不是儿童心理学家 也不是儿童的教育家 我也没有看过那些 这么如雨和春行的那些书 我看过很多 你看了很多 又看又麻烦 有些是有用的 因为各派 各家的这个 就是百家争命 许多的人 讲的不同的意见 这个有些是 这个过胜其词 严过其识 不一定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 他们这个教育 有心理学家呢 就是分析儿童心理 应该怎么样 其实呢 这个 这种修术啊 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 一个人 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所以是 并不一定是 那就是定论 你刚才啊 讲的说 进行书不如无书 这是真的 看 还是可以看 看了之后 你说哦 这样子 你不要 一定是相信 这个样子才对的 像化学实验一样 以为照这个公式 一步一步都不能插错 从古以来 我们这个世界上 也出了 出了许多的名人 也出了许多的为人 这些为人 名人 是不是 他的父母都看了一些儿童书 儿童心理书 儿童的 怎么样子教育子牛书 我想多半没有 但是呢 呃 有个原则啊 对这个孩子来讲啊 呃 大的 小 特别是 稍微成成熟一点的孩子 呃 不能用这个名字 不能用叛逆 哦 用这个名字 也是错的 嗯 应该说 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 呢 嗯 至终 这个阶段是怎样 这个阶段 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孩子们 嗯 他接触到的资讯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丰富 他们思考着 希望自己有多力判断的能力 或者是自己相信 自己也有能够多力思考了 是不是成熟 他们没有想到 但是他们在试着 嗯 要做多力思考 多力判断 在这个过程之中 父母讲的什么话 他会先考虑一下 嗯 我小的时候 你们这样子讲 我说是啊 是啊 是啊 是盲从的 现在啊 我已经大了 这个 我想我好好地 仔细思考一下 所以这 在这个阶段呢 呃 如果有叛逸的这种 这种 你们认为 大人认为是叛逸啊 应该说 好现象 所以这个孩子啊 又成为一个 那个 多力判断的 多力整个的 啊 这种啊 尊严 他希望能够啊 完成它 那么这个过程之中 呃 凡是我看到的啊 凡是大人们 呃 这个父母们 认为是叛逸的孩子 呃 如果这个过段 这个阶段 很平安的过去 平顺的过去 这些孩子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甚至可以说 这是知忧生 往往是啊 不叛逆的孩子 也不一定就是坏的啊 就是不叛逆 完全 这是百意百顺的 这些孩子也不一定是 所以说是 说是将来没退洗 我只是说 父母们 不要太忧虑 不要太忧虑 因此呢 我对这个 呃 许多的父母们的 一种建议啦 我说对于孩子 呃 应该要 关心 但是不要担心 嗯 关心 但是不要担心 插一个字 插蛮多的 完全不一样 是 呃 要商量 但是呢 不用权威 嗯 这个商量 跟权威是不一样的 是 是 然后呢 要啊 诱导 但不是控制 嗯 是 这个三个原则 能够掌握住他 也就是说 关心的话呢 你 让他感觉到温暖 你 让他感觉到背后啊 他的背后 他的家里面 嗯 有一股力量啊 在支持他的 嗯 就是说 我赞成你的 我同意你的 嗯 但是呢 父母总是有一种关心嘛 那父母也放心 嗯 嗯 这个就是关心 而不是担心 担心 担心 就是说 孩子 有一天晚上 放学回来就晚了 这个时候 你本能够说 因为你 什么又回来 马上打电话 要报警啊 你只是说 要关心啊 这个孩子还没回来 那他回来的时候呢 给他商量一下 你一定要说 哎 你今天出去了那么久 一定有事了啊 我相信的啊 有事 但是你下一次啊 要告诉我 告诉我一下 或者打个电话回来 所以你现在要出去 到哪儿去了 今天到哪儿去了 我不管啊 我不再对问你到哪儿去 你下一次要辞一点 回来 要告诉我 那当天 为什么不追究他 你追究他 也许 他觉得你怀疑他 这个 可能 是很好的事 可能是不好的事 但是你不追究 他一定 心里头 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觉得 哎 父母真好 被信赖的感觉 被信赖的嘛 所以是这个 要关心 但是不要担心 下边的呀 要 这个商量 不要用 权威 这个 对孩子啊 这孩子的年龄 他有孩子的想法 你不要说 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你一定要照这样子做才行的 这个孩子 那就一定抗拒了 一定抗拒 你这是老扣扣了 你那个时代 就是现在嘛 所以是呢 不可以呀 用高压的手段 那还有呢 要诱导 要诱导 不要控制 你不要控制他 诱导的意思呢 你要给他做朋友 寻寻的 寻寻善诱 善诱 你不要啊 说你不可以这个样 你不可以那个样 什么事情都不可以 不可以 想要控制自己的 不要控制他 你有想控制他 都有想要跑 跑到最后 离家出这儿 不回来了 方便就做 师傅开始我们说 教养执女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一个呢 就是要关心 但是不要担心 要商量 但是不要权威 要诱导 但是不要控制 这个原则呢 听起来很易懂 可是在实践上 要注意到哪些 让我们继续来 请教圣言师傅 师傅您好 师傅姐好 是 师傅 您的原则 这个果然是非常易懂 这个也很容易掌握 可是在实践上 可是在实践上 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注意到的地方呢 其实这些呢 还是要经验呢 比如说商量而不权威 通常的父母很不容易做得到 因为父母终究都是 孩子就是孩子 总是不放心 常常会用命令的口温 命令 我常常看到有些父母 带了孩子到庙里边来 也许在家里边 根本没有叫这个孩子要拜佛 但是到了我那边以前 叫师傅拜 这小孩子赶快 赶快溜 赶快溜 我就要骂他们的父母了 我说你们真糟糕啊 把孩子带着来 这样子 让小孩子吓他 下一次他就不敢来了 你叫他来他也不来了 这见到老和尚就要拜 这个你在家里的有没有叫 你跑到这里来要叫师傅 他这个第一次见面 叫我叫师傅 他这个不认识的人 你叫他要师傅吗 嗯 还有呢 你你叫他拜 他不知道怎么拜 他不知道怎么拜 拜拜 他就有那些这个父母啊 把他压了个小孩子 他就往这个头上推 他往地上 拜拜 他说我都拜了 你都不拜 我就骂他的母亲 我说你这样子打他 他回家都不敢拜了 这种啊都是一种高压 父母啊通常都会用这种高压手段 觉得是我为了子女好 那教他就认识是教 教这个小孩子 我教他 这个不是教了 这个是恐吓小孩 这个是正母小孩 不可以 应该呢 就是说 比如说就是拜拜佛也好 就是来拜师傅也好 那这在家里的时候 是不是啊 已经得到这个小孩子的认同 小孩子说 哎呀我在家里都想拜了师傅啊 我想去真正见到师傅啊 我想去见一见 当然母亲说 哎你要见你之后 你在家里搬到那边 会拜啊 你会不会啊 我一边搬 那先商量好 这样子的小孩子 来了以后啊 他就会拜我了 这个就是商量 而不是高压 一定啊 要有点时间 所以许多的父母 都不舍得用这些时间呢 跟孩子商量 比如说这个 释迦牟尼佛叫他的儿子 罗赫罗 罗赫罗不好 小孩子啊 在玩皮 不好 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骂他 也没有打他 也不是处罚他 去告诉他个故事 叫他个故事啊 说现在呢 我洗这个饺水 请你把它倒掉他 倒了以后呢 这个 先这样倒掉 倒了以后 他说你把水在那里收起来 这罗赫罗赫 这到了以后这个时候 谁没办法收了 嗯 他说一个人也是一样 犯了错误啊 错了就是错了 已经没办法 最好能够不犯错误啊 是最好的 在没有犯错误以前 就考虑到不要犯错误 犯了错误以后怎么办呢 犯了错误已经犯了 那你要忏悔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错误 那是水 已经倒掉了 是 你叫他收回来收不回来了 收不回来了 就是收不回来了 那你犯了错误也是一样哦 嗯 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错误了 这种用这种什么 用这种诱导啊 这种诱导的方式 那不是在 不是在控制了 控制又不一样了 控制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那样子 非这样不可 对啊 释迦牟女傅看到小孩子说了谎 如果看到这个罗赫罗说谎 我讲的这个故事是罗赫罗 也是他的儿子啊 说谎 说谎骗人 让人家上当 释迦牟女傅就用这个方式 那如果是 换了现在的一些 没有耐性的父母 不懂教育的父母 就找小孩子找的 那就打一顿屁股 或者就骂他 以后你不要再说谎 你再下次说谎的时候 我叫你跪 你再次说谎的时候 我会罚你怎么样 你给我没有面子 你给我丢脸 你在说谎的时候 你没有路走牢 好 还有人恐吓着 你再说谎的话 都会有拔舌头 将来会下拔舌地狱 对 如果是这样子一想啊 那小孩子瞎坏了 一边是瞎坏了 一边是抗拒 他不相信啊 所以是呢 用诱导的 请不要用控制的一种方式 说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那样子 或者你必须要这样子 必须那样子 这个虽然呢 用那种控制的方式 用权威的方式 是啊 好像是比较容易做 嗯 比较快 比较快 但是那种方式 会使得孩子们呢 更加反抗 更加反抗 可能跟父母的关系 会更疏离哦 不仅仅是跟父母的关系疏离 他将来对社会上 进了社会以后 他的心理也会反常 是 他因为没有温暖 没有安全感 对 父母没有给他有安全感 没有给他有温暖 那他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是仇恨 怀疾 恐惧 担心 没有安全感 一个人没有安全感以后 他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